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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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上班 我在休息 好有福报 很笑 休息没得开的 想去哪儿玩儿一下 这都是有福报 不愁吃不愁穿 什么也不缺 然后去转 那这不是善报 这也是福报 然后还能修行 自己不舒服了 又开始闻听佛法 这都是福报 你别看着我 让你平衡一下 感恩你自己 有时候感恩是一句话 其实佛菩萨感恩不感恩 最主要是你能喜悦起来 那真的是感恩 能通过这些东西 你活着真的是特喜 全身放光 真的那是感恩的 在这个世界 很多人说 哇你学了不这样子哦 那很多人会受益的 也会跟着去学 以前我是经过庙的不拜 有个算命的就看到 我就说这个人走过庙的不拜佛 没有任何一些佛性 这人讲的也真够境界 没想到过几年之后 他就讲人生了 透视你自己的心 是的 只需要盯着自己的心 看就行了 你理解别人自己才能去理解别人 你看不到自己永远都看不到自己 永远在自己那里 就没完一辈子就这么过去 然后他觉得自己 无限正确 别人无限错误 你就这么活 你也很辛苦 别人很辛苦 很多人礼佛拜佛也是拜 其实有的人是求个什么 有的人大脑一片空白 都不知道求什么亏在那 其实感恩自己内心也不知道感恩啥 好像生活得很苦 你说我这么苦 感恩啥 上帝也没有给我掉下什么恩惠 其实那种 所有的礼佛其实也没了 其实真正的拜佛 我觉得真的是有一天你理解了那些佛菩萨的品质 我觉得从我自己有一天你理解了那些菩萨 他在付出什么 能把这种智慧传下来 还有那些释迦牟 他经历过什么 他能够正若那个最高的境界 你了解他了 你觉得真的是马上溃下了 无起头地 也许你的人在哪站着 你的心臣服了 就马上就 你臣服的不是那个佛像 是真理 他的智慧的品质 他那种无私 那些无我的品质 老师有视频讲的 就是那些东西 你是真正的臣服 那种臣服 臣服真的不是因为他有权有钱 不是他红身放过 也不是他神通 是臣服他说的那些东西 他身上那些魅力啊光 那种光辉啊那些东西 不是每个人都会有的 他告诉我们在人道也好 怎样也好 真正应该活的一个方法 比如说他说的是我 我啊不失啊或者是去 那是本来的你 你本来就是做那些事 怎么说我们错位了 我们活在三位错位了 就是如果我们不能喜悦 不能去理解这个生命本身的意 只看到自己 我们永远都不敢 活在错觉里边 你活在后面 你那么苦 你怎么叫感恩呢 对对 你没法人没法反省 对我来讲 我生活并没有很大的问题 只是在这些东西里面纠结 纠结 自己看的很苦 其实你跳出来看的时候 哇很多人饭还没有吃饱 吃饱就算不错了 但是怎么比较 也觉得他是不吃饭的苦 是纠结的苦还是两个 还是两个苦 是吧 就是你永远没有办法 去对家里面 去生起那种真正的那种感恩 还有那种 对生命的整个的疗物啊 比如说真的早上去送孩子回来 今天太阳很好 那个太阳光照着你都觉得会 嗯 对对 觉得是 是的 嗯 其实人有时候能够生起这些 只需要先静下来就够 对 从静下来到静止下来 就开始已经开始 接近本来了 对 你本来本身就是慈悲智慧的 你不乱已经舒服很多 乱的人是很不舒服 从头到脚没有一个地方舒服 是啊 尤其是这一块 被影响了 头啊 被内外境影响 被牵引 嗯 这个世界一直 重够地一直发生这些事 嗯 越越不断地 晶晶果果这些事情 嗯 然后你不断地被影响 一直被影响 嗯 其实学习佛的界底 就是先改变自己的思维角度 嗯 你为啥被影响了 佛就不被影响 因为佛是那样想的 嗯 写出你的思维角度 先变到佛的时候 你就不必影响 老师有视频讲 就是我们要活出那个品质 并非要知道那些道理 我们最终是要活出那样一个品质 而且把那个品质要去 保持住 对 保持住你就别人也受益 对 对 不是很多人 现在学会人很多嘛 然后道理讲了一大堆 然后 抽签只有一大堆 然后讲了半天 那是抽签的吧 很多人也要先懂道理 慢慢 如果他愿意 有一天会 嗯 是的 他还不愿意做 有条条的路 嗯 所以有时候是怕活着 红红洞洞 不知道对错 连对了错 连自己做啥 不知道 如果这个人知道自己在做的事 每一件事 这个因 我也知道果是什么 什么都清清楚楚 我觉得这个人就活明白 他就是 哪怕他做了坏事 他知道呢 就是坏事 最起码 有的人根本就不知道 这才是冤枉 他就不认为那是这什么事 就像那种蒙蒙抖抖 很多人 就像那十六七的小孩 他吸毒也是玩着吸进去 他根本不觉得这个有什么后果 不清楚 然后就一事举成千古坑 一事中已经回不来了 就这样 很多人其实是这样 老师说得很对那个当下 之前看到也是他给了我一本书 就是当下的力量 那本书我是去看了几遍 对 看完就去反对学佛 不是不是 我没有反对学佛 不是不是我没有反对学佛 这种教桥的概念的东西 在这里是他一个误解 他老师觉得我反对他学佛 嗯 其实我没有反对他学佛 嗯 我也觉得你没反对 只不过他有时候呢 老师 钻到一些框框里面 我学佛要这样的 对 我要半夜起来挡住 我要做了什么 对 我觉得 你觉得不需要那些东西 不需要那些 其实你的 你是学了心法 他在学形式 他觉得他心法达不到 他要形式来完成辅助 但是心法你看 你说我活在当下对了 有的人一听到这句话 他就真的活在当下了 他就去修炼了 但是有的人达不到 他真的活不到 因为我们那个思维角度 他本能地说一下 我就这样认为 我怎么样看见 红的不好看 白的好看 你怎么能从 假如但是今天我就没红的 就是一个白的 我就是看着白的很丑 但是就是白的 每天要面对白的的时候 我怎么能从这里面解脱出来 然后很欢喜 就想看到红的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就需要方法 因为你改变不了这种思维 因为你眼睛已经着想了 我看这个就是好看 这个就不好看 你为什么每天给我拿这个看呢 这个时候这个扭住了 这个角度就转化不了了 这个时候一定需要一些方法 就是真的是每天打坐 或者是一些比如说修慈悲 因为一开始你看见这个东西很丑 假如说 但是你必须每天面对这个白色的东西 但是每天你就让你拿这个喝水 你就不很讨厌这个东西 但一定要 那个时候 因为你慈悲 因为你慈悲心很柔软 你就为了他开心 我去接纳了这个东西 我不是喜欢这个东西 我是因为 因为为了他开心 因为他让我拿这个 我就 那叫慈悲 因为这个慈悲 其实 因为你为了他开心 所以慢慢的慢慢的 改变了 放弃了你的一些欲望里边的东西 因为你一定要这个不要这个 但他一定要让你拿这个 那你慈悲他 为了让他开心 为了喜悦 你敷衍 你就每天用这个 有一天你用用用 这就是形式了 你用了十次 二十次三十次的时候 突然有一天 你打破了这两个的执着 说这白的有什么不好啊 这用的也挺好的 突然你的思维角度扭转了 有一天这两个摆在一起的时候 你觉得是一样的 你不会有那么固执的天洁 其实它是一个改变固定思维的一个 就形式可以打破你的固定思维 我们已经都是成年了 我们从小从家庭那边 父母那遗传的 再加上老师教给我们的 社会教给我们的 我们形成了很多固定的思维模式 这些模式要改变 不是说几句理论就能改变的 他不自觉的左撇子就是左撇子 右撇子就是 你要想改变左撇子 一定是不断的用右手吃饭 你才能把左撇子改了 所以形式是个开始很重要的 他 当然说他开始学佛 他的形式里 因为他的意识层面还没有圆容 所以他用形式的时候 他讲的没那么圆容 好像有执着了 他就好像执着在那个夸杆 我要灭向东方 或者什么 好像有时候是神圣叨叨 是这样不对 但是没关系 没关系 他这是刚开始 慢慢他会静下来 慢慢智慧就出来了 他需要有这个过程 你允许别人有这个改变的过程 也是慈悲 我是允许他 但是他是觉得 他是觉得你不用心 他太敏感 你知道吧 很敏感 其实是他 他其实没有任何的 他说是反对你做什么 他也希望你身体好啊 身心愉快啊 谁不希望自己的妻子 每天笑脸在家里 开开心心的 身体也好 他是喜欢的 就是 只是他很敏感 就是有时候 或者是他很敏感 或者他太看住你的眼语了 也行 这也是一方面 有时候 已经过敏反应 我觉得不叫反应 就过敏反应 他说了一句什么话 然后反过来 后面他原来记住了 那句话 他会联系很多东西 给你解读这句话 然后联系十个内容 给你解读 你这个就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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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要隐身意 就是中国文字 国大精神 比如我 我有时候类似 我可能想到公司外面的事 那可能思想就在那边了 对对 然后他问我一件什么事 我可能都不经意 不知道怎么说了 随意说了 随意说了 完蛋了 完蛋了 然后那句话 对 引生出很生恶的含义 有很多东西 对 你怎么拉着脸呢 所以相信 父亲之间信任是很重要的 先相信 就是先相信 是相信他的每一个解释 即使他真的在外边 比如说 我觉得这个休闲 就是 我举个名字 这个不是说你们 所以没关系 就是有一对福气 有一对福气 就是这个丈夫老在外边泡牛 但每次回来 她都一个很好的解释 说我今天干啥了 我明天干啥了 总有原因 如果这个女的 如果是修行的角度 她一定要先相信她 相信是去掉自己 瘫痴痴脈你移的第一个 就是她 其实怀疑是一个很痛苦的一个过程 你移首先你就折磨了 因为你又没证据 你又不能说 但是你要去除瘫痴痴脈 你怎么去 相信她 坚定地相信她 好 这一刻 因为你在当下嘛 丈夫回来了 然后她在外边 刚泡完牛回来了 坐在你面前说 哎呀 我去跟这个朋友喝茶去了 哎呀今天喝了福尔茶 她还憋得天荒烂醉的 坐在你面前说的时候 你明知道她去泡牛了 而且 但是 你没有 你其实也无所谓的证据 她要是愿意泡牛 你能管住她 是吧 你管不住 但是呢 你是在当下的吗 你在当下 你认可的就是 这一刻她没泡牛 这一刻跟你聊天嘛 是不是 我是决定的 这一刻她真的 不会叫泡牛 而且这一刻她真的是 在面对你说那个茶的事 你为什么不提她 关于茶的抛心呢 你去想她泡牛的事呢 这不折磨自己吗 好 你留在这一刻 你不要回到过去 也不要去看未来 你不要说 那家伙泡牛 他是欺骗我 他还撒谎 你不要这样说了 好 因为你是修炼的啊 好 留在这一刻 留在当下 面对当下的面前的这个像 这个人也罢 动物也罢 什么也行 面对这个 然后听她说 然后相信她 因为你对她的相信 肯定不会给你带来 就是说害处的 她能够跟你憋故事 说明还是很在乎你的角色的 是不是 她不愿意让你知道她泡牛 是吧 她坐在这 相信她这一刻 她是对的 她很诚实 她今天这一刻 对我说的 她就是喝茶了 而且她这一刻 正在全身心的 回忆这个茶的味道 在说这个茶的品质 在说母母茶 好 你跟她聊 就是让自己的心 不断的从 从对她的过去 未来里边 不断的 因为你的头脑 在这个过程中会穿越嘛 这就是修行 然后不断的回归到当下 不断的回归到当下 然后听她说 就是专注啊 培养自己专注 因为你不断的那个 她泡牛的那个 那个图像 可能你会想象出来 或者说这家伙在撒谎 这家伙在撒谎 你会不断的想 但是呢 你要清除这些负面的信心 不断的回到当下 面对面对 然后呢 不断的专注 不断的专注 只要你坚持去培养 可能一次 两次 十次 这个这个丈夫 泡牛泡的越多 你修炼的层次越高 你真好修行嘛 就是因为你的姨 是有时候很难去的 人的怀疑啊 一心很难去 哇 太好了 她每天对你撒谎 你每天练 每天练 然后有一天 你真的是成就了 有一天你就告诉她 哎 算了算了 你泡就泡了嘛 是不是 你何必变那些好累啊 你可以说她了 因为你已经完成了 你的修炼的时候 因为你 当你完成了 你知道你会具备什么能力 嗯 然后你一语就点破到 说是你这样做是没有意义的 哎 就算你泡泡 你泡泡泡 你泡泡泡呢 我有很多的利弊关系嘛 你可以跟她聊了 但那个时候 你不带着怀疑 不带着谭承赤曼也跟她说话 那个时候她不会生气的 你就是总圈的就骂她 或者是批评她 你这样做是不对的 你看你多少次了 怎么怎么 你明显的撒谎嘛 那个那个老公她不会生气的 她会赶你的真的 然后她会很老实 也许她会对你坦白说 哎呀真的是 你看看这这控制不住 这是怎么回事啊 受诱惑了 那我修行需要什么啊 需要什么 你可能会教她 或者会度化她 但是先前期生 你自己要列出来知道 在不动的状况下 所以生活是修行的最好的法门 最快的 如果你真的是 你那个泡泡泡泡 那个银 你坐在山洞里 你可能好几年你都破不了 因为你没有怀疑的对象 你觉得什么都不怀疑 没人对你撒谎 当别人对你撒谎的时候 你的头脑就活在过去未来 你刹那刹那移动 撒谎撒谎那种定义不断的出现 然后呢 她去干啥呢 那种境界还在演 尤其夫妻啊 这个很敏感了 就这些 你为什么不修炼呢 曾经是不是 然后呢 当然这个过程 刚开始你按住的 这个是按不住的 因为你很有绝授嘛 如果你还很在乎这个人的话 如果你还有孩子的话 你觉得这太蠢 太不下话了 这家伙就是心里会很生气嘛 你还有难受嘛 伤心生气 忍啊 就忍辱了 带着忍辱活在当下 但是 但是随着时间 你知道你会受益的 然后呢 就是老公堵了你 到你成就那一切 你首先要感恩这个 泡妞的老公 我是举个例子 这个跟你们没关 但是最好是不要泡 你看现在 传染病那么多 是咱先别说 都为了老公的身体健康 希望老公们不要泡 因为传染病太多了 其实夫妻 尤其是这种 大家在夫妻修行的这种啊 就是夫妻俩都在修行路上的 其实夫妻一辈子 我觉得就是个伴侣 是一起结伴走向终点的这样一个人 其实你没有权利要求他任何事 他去泡妞 他去怎么样 我觉得你没有权利去要求一个 在品质上升 甚至你都没有 你不能去要求他 其实真正一个修行 他做的是 假如他有一个老公在这儿 或者老婆在这儿 如果他是一个真正的修行人 他只是当他在犯了错误的时候 能让他不堕落 他能够做的只是这一点 就这个可能他陪伴他的这个伴侣 是不断的在犯错 不断的在犯错 不断的在做一些不好的事 但这个真正的修行的伴侣 如果他决定了跟他一生相伴的话 他只能是不断的 牵着他五千走 就是说在他犯错的时候 能够不堕到地狱去 或者不再不断的去堕落 陪着他往前走 这才是真正的伴侣 就是修行的伴侣啊 就是说不是你去一结婚 就用一结婚以后 就用佛法的这些 再去改变他 你改变不了他 知道吗 不是要求他 不是改变他 是 对 他可以犯错 那叫恩 真正的教 就是他可以在一路走下来 最终走向解脱 他挫着还走向解脱被你切的 切齿着一直走 我觉得这就是菩萨精神了 你要走菩萨道 这才是菩萨 在红营里面的菩萨应该做的 对 因为那个时候你会发现 你肯定成就得很快 你所有的修行都成就快 这就是同行道友嘛 嗯 每一件痛苦的事都是一起领悟的 嗯 其实说起来话 以前我也很怀疑他 嗯 怀疑 怀疑 然后就是抱怨 然后自己的焦虑 自己痛苦 其实怀疑是最苦的 因为你 是 所有的事都怀疑 怀疑是他做了也怀疑 不做也怀疑 对 啥事也把那解释 是不是 这个是自己最难熬的 就是自己辛苦 是不是 先去相信 你要活在当下 就在当下相信 他当下说的 不要把过去跟未来扯到一起 哎 不要那样子 其实可以 也是爱 也是败 是 但是这是人力的弱点 人力的弱性 弱点 人力的弱点 但是你说做生意 生意伙伴 你可以怀疑 可能他骗了你 你就失败了 夫妻 就算他今天骗了你 你有什么所持呢 是不是 你如果不相信他 你的家庭会更大的苦难 是不是 你又不准备离红 是不是 你何必不把自己放在 放在那个当下去修行呢 去解脱自己 又能利益到孩子 又能利益到家人 是不是 反而会看得更轻嘛 是的 是的 是 不代表我们不可能 不代表我们不可能 两个人走到重点 可以 除非 如果在修行路上 仍然是很好的办理 就是有一刻的 查出火花来 仍然是觉得 你们俩是 阴阳和谐的 能够碰撞出火花了 那没问题 那继续往前走 如果珍惜的话 那继续一起走 那走走走 如果有缘 那现在 其实这个世界没有东西 你看到吗 能够结拜走下去的 一直走下去的 肯定是缘分未尽 就是那个缘还没尽完 没尽完 就是要债的 切债的 这个没还 没有债务关系 走不到缘 终点的 除非有债务 因为只是因果的视线嘛 所有的关系都是因果 你有可能 两三年的缘分 那走到两三年 你自然就分开了 就是那样 没走完呢 一定是在我没了结 重大功课还没有完成 对 就是纠缠不清嘛 然后有时候 来个小孩 那叫第三方要载 就是三载 三载载 也有可能 你们还有第四方 四载 所以比较复杂 这个走完 这个 没关系 需要有个人 订活在当下 魔法和领心的人 没关系 搞得很好的 没问题 关系也不对抗 你使劲对抗 或者在里面使劲 那是在干嘛 因为很难受嘛 你绝对抗 你想解决它 你绝对不行 你怎么活 慢慢的我们会自在一点 因为那个时候 你刚来的时候 那种感觉就是 你会觉得自己 一定要像个什么 那就很强烈的 我要像个什么 我要活成个什么 就算我很苦 我也要装着个什么 我要表面上四个什么 这个四个什么 真的很辛苦 现在越来越少了嘛 是不是 越来越 最起码心里边觉得 是个什么也不重要 自己不给自己牵标签 慢慢的 其他人看我是什么 也不重要 他爱看什么是什么 是不是啊 猫看我肯定是猫了 狗看我是狗了 这个我是人 不执着 不执着 我们可以用各种理路 来阐述一些东西 只要你不执着在里面 那三位角度也要阐述的嘛 你也要有一些语言 阐述一个观点啊 这个观点可能说的不是真理 但是我们这样能理解啊 你这样阐述了 他才能理解 但是只要自己不执着在里面 就行 反正好 不动 他本来也没准备 或许不动 哪一版本 案子